我们要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今夜三福要做到 三福里头第一条 就是我们常说的 如是道的三个根 校养父母 奉死死长 落实在弟子轨 弟子轨能做到了 这两句 你就可以打满份了 慈心不傻 落实在太上感应品 后退一句 休是善意 我以神母 这么多年来 在家学佛 摄山业没做到 出家学佛 沙尼律仪没做到 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原因就是把这三个根 收获了 收获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三样东西 古时候是娇小孩的 大人还学着干什么 像盖房间的地基 房子虽然盖好了 大人都盖好了 他有地基 他不是没有啊 他没有都盖不成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从前 从前不知道 从前不知道 疏火了 现在搞清楚了 赶快把这个 过程 补出来 我使我们做一个 后刻的 弥陀地词 不要做个冒充地词 真正是后刻的地词 这五个构目就很重要了 一定要把它做到 有这个基础 学无量寿解 念阿弥陀佛 那是真正的功德 没有这个基础 功德谈不上 那是什么 福德 不是功德 福德了 你来生 出不了六大轮回 人听佛报 就变成这个了 功德能帮助你往生 极乐世界 永远脱离六大轮回 脱离舍法界 这太殊胜了 佛弟子也修功德 不修福德 世间人修福德 不知道修功德 贪念这个世界 舍不得离开 所以 庄与 庄严妙图 庄严重行 庄严 庄严重行 是真宝 我们都要知道 怎么做 理论 方法 果报 都在这一部经里头 学了之后 要正看 那 因心 和果 我们有庄严 妙图之心 由庄严重行 所以这 果报 果报就是极乐世界 故意 我已成就 庄严佛图 清净之心 果 不敢落土 落差 落差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古报极乐世界 现前 故意 比极乐界 无量功德 居足 庄严 那么这些 我们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 把它对写